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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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新军的校场 1912年 曾留学法国 比利时学习陆军及机械七年 回国后任陆军部参事的秦国用 通过法国驻北京攻时关五关 总统府顾问白理所 向历史大总统袁世泰建议购置飞机 开办航空学校 训练飞行员 以气预扣建立空军 袁世泰接受建议 向法国订购了12架高德龙G-3CORMG-3型飞机 另聘四名 法国教练 在北京南院设立航空学校 北洋政府拨款6万人员 对南院的机场和附属设施进行了扩建 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培养航空人才的基地 南院机场进入第一个使用高潮 1928年张学良宣布东北一致 国民政府以南京为首都 空军相应来线 1931年在杭州简桥成立军政部航空学校 南院机场的使用随之进入低潮 1937年七七事变后 日军占领了南院机场 经过扩建 修筑了地堡 成立南院兵营 尽管南院机场进入了第二个使用高潮 大罗威日军侵袭中国华北的空军基地 1945年 南院机场停满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飞机 1916年10月10日 为庆祝中华宁国成立五周年 新上任的大总统李云洪 在南院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 徒为1920年代 从南院机场起飞的一架高德龙 第三型飞机上俯瞰紫禁城 1913年 法国飞行教练前排右边三位置前四外套者 和机械师前排左边两位穿蓝外套者 与一架高德龙第三型飞机在南院机场合营 1945年 日本投降后 美国海陆陆战队以协助国民政府 接收日战领土为由进驻北平 其中一支装备有轻型侦察机的飞行中队 即以南院机场为基地 1948年12月17日 南院机场被解放 次年 新中国的第一支空军飞行中队 即在南院机场进行训练 在开国大便上阵 支机队就是从南院机场起飞 经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检阅的 从此南院机场完成归属空军管理 在1958年开始修建首都国际机场之前 因为南院机场的跑道叫1938年 清华日针修建的西郊机场又长 是和其将大型飞机 因此这座机场也见证了共和国早期的一些外交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 在1971年中美建交前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 他乘坐的飞机就降落在南院机场 1986年 南院机场转为日明两用 主要供中国银行使用 虽然银行的班机相对老旧 但低廉的价格仍然吸引着众多乘客 甚至在春节前后也常常一票难求 南院机场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使用高潮 如今 规模远超首都国际机场 正在北京大型河河北廊坊之间修建的北京大型国际机场 已经接近工程问生 届时南院机场作为民用机场的使命也将终结 制作建成运营超过100年 见证了中国航空发展史和众多历史事件的机场 必将成为北京记忆中无法忽略的一个亮点 来源 北京日报徐嘉宁文本文图片除署名外 只为徐嘉宁提供流程编辑RB014 可是 要没有余国队能和众多历史事件的出口